大家都知道現在跨境的貨運是有很多限制的 包括火車司機要過關之後 要將他的貨物交給內地的另一位司機 就不能直接去交貨或者提貨 現在的新安排 原則上我們已經和廣東省政府和深圳市政府達到原則上的共識 就是我們會盡快有新安排 司機是不需要再去有任何接駁的了 即是說他可以直接點對點可以去提貨的地方提貨 或者去交貨的地方交貨 第二就是沒有限額的 只需要事前申報 第三就是要我們大家都同意盡快去執行 我在這裡也委派了運輸及物流局的同事 今天立刻就和深圳市政府的同事 展開這方面的商討 就會由我們的處理運輸及物流局局長 廖處理局長去親身帶隊 希望盡快談到新安排的一些細節 在一至兩天內 希望就可以落實執行 我希望新安排令到除了我們的貨物交通 可以盡快更暢順 令到我們的物流供應暢順之外 我更加希望跨境的貨車司機 可以在新安排之下 他們的工作是更加少的限制 從而他們減少過往這麼辛苦的工作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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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